Hello 新老朋友大家好 我是大牛 不让你们看那边 这应该这个件 应该别看小 这个应该是我在粉丝里面 给我优东西的 单枚价值最高的一个币 很神秘吧 目前为止 单枚价值最高的 单枚最高的一个币 是什么 给你们看一下 这个还是上一次 广东的佛山的小妹妹 给游过来的 上次没舍得给我 这次在我唐衣炮弹 狂攻滥炸之下 给我游过来了 然后我们看一看这个 这是一个好的 但是这个币越好的东西 有的时候确实是 有点不好的地方 就感觉特别的可惜 这个一会你们看了 就知道哪 哪儿特别可惜了 就一个 当然真假 我只是在图片上看着 东西是对的 食物 上手看一看 哎呀 这样包装 就真对不起这个币了 看见没有 玩银元的知道这是啥吧 这不是普通的传扬 这是21年的三鸟 这是21年的三鸟 而且还带老彩 底光也还带一点 这个币有的人可能不知道 只知道22年23年的传扬 这个上面 以前顾顶明老师也讲过的 上面三个鸟 这里有个太阳 三个鸟 就那个时候不是中日战争 然后就向日本的战机 然后这里向日本的国旗 所以这个币导致就是 回收也好 然后就不发行了 发行那种 就把这三个鸟 跟这个太阳给去掉 也就是22年和23年的 那个船的造型 我们看一下鸟齿 这个币唯一的缺点 就是真的情况下的缺点 就是这里明显的有个磕碰 源自左边这里 你们不要小看这个磕碰 对于一些中高端的币来说 这一个磕碰 这有可能就是几千到几万的一个磕碰 这一点点有可能就造成这个 没有这个磕碰 如果评个高分 这个有可能过十万的 我说如果评高分的话 如果评低分 那也要几万块 就是没有这个磕碰的话 只要批合出来分 这就是个好币了 但是有这个磕碰 就有可能就直接就是出不来分 连分都不给 你知道是什么概念吗 好处这个吧 还带点彩 我们看一下鞭齿 我估计好多人第一次看三角的鞭齿 模糊 对的 这个B是对的 B是对的 怎么这么 你们能看清吗 压力是真的足 这鞭齿真的是有点小漂亮的 这个地方你看 这就是磕碰的那个地方 能看出来 就是这里 通过鞭齿 这个小物件老是对焦麻烦 行吧 这个比 还好 就是有点小磕碰 太可惜了 这里好像有点 有点小问题 东西是对的 这是 这没币的话 这个还真不好说 价格 这个要以 因为这个肯定是要送平 送平批盒去 公伯都不会送平了 然后以它的具体的分数为参考 是真的漂亮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喜欢前面收藏的朋友 可以给我点点关注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